等了足足四年 《施殺列車》的續集《施殺半島》終於在今年暑假上映 繼續由現象號執導 由1987逆權公民的實力男神姜棟源主演 故事設定在《施殺列車》後的四年 病毒繼續蔓延 整個南韓形同廢墟 男主角鄭石本身已經逃出南韓來了香港 但由於需要執行職務 香港就提供醫療服務和武器讓他們回南韓打喪屍 早前強調故事會涉及香港 不過預告中就見不到香港的蹤影 但片段就見到一個好像羅馬鬥獸場一樣 人和喪屍決鬥的場地 正石和倖存者究竟可不可以全身而退離開南韓呢? 更加重要的是 香港人面對另一種病毒 究竟可不可以成功在暑假進戲院看呢?